尽管520这一天花莲音语绵绵 不过在圆板一楼传出了Saxphone的演奏乐声 是由东方乐籍西手东华大学学生 在馆内举办了Saxphone重奏团音乐会 演奏许多首的经典歌曲 为花莲乡亲带来悠扬的下午时光 成立三年的东方乐籍乐团 每年都会带来一次公演 即去年在远东百货花莲店带来演出 今年5月20日这天 同样在花莲圆板西手东华大学学生 总共近15位的Saxphone乐手 演奏多首经典歌曲 外头下着眉眉细雨 吸引不少乡亲在室内聆听 我们是东方乐籍 有一个机缘就是在三年前 我们几个同号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团 每年固定会一次的公演 去年跟今年都是在远东百货 跟他们商界这边场地 然后做一些重奏的演出 曲目的部分大概都是偏向老歌 大概就是像今年有四季猴 然后思目的人 这些曲子 那也有比较团奏的 团奏的部分就是像最后一首演歌 那它其实是三首曲子组合而成的 当天除了演奏思目的人 Kanwenechoo等歌曲 也由东华大学学生带来经典动漫歌曲 最后并一起大合奏带来演歌 为520这天的下午 演奏悠扬的乐声 也期盼透过音乐会 鼓励民众趁着这天 表达我爱你的心意 记得蒋帮远好临时报导